我们来看到现在关于这个惊爆IMB的体系呢 其实早就已经进入哪里了 总统府里面了吗 整个深度的这么的深层 还有更多的照片都还没有曝光 我们先来看到现在曝光的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是 宜蘭的同乡会有劝告成欧破却充耳不闻 怎么说呢 他们就有人提到说 曾国伟张淑芬夫妻又在炫耀了 炫耀谁跟一堆政商名流的拍照 现在拖了一坨拉库的绿营下水了 照片也曝光了 所以他们的关系真的不是说不认识 甚至说很熟而已 那我们看到这边 陈欧破的友人也爆料说 曾国伟的身份是P2P的融资平台业者 没有经过特许而经营 就是违反银行法的不罚吸金业者 陈欧破委员不应该也不应该常常 跟他一起狂欢畅饮 但是没有了来不及了 一切的照片都已经外流了 所以郭正亮就提到说 IMB的诈骗案件呢 去年的地方选举就已经闹开来了 在当地的选举呢 政府没有去处理 现在恐怕是大到连依然很多人都知道内情了 针对这部分我们来看看蔡总统她做什么 她的行为显得有点讽刺 2016年成立了跨部门的跨部会打炸中心 2022年成立打炸国家队 2023年成立了打炸办公室 感觉好像蔡政府对于这部分来讲是要真的对于诈骗集团 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人跟IMB体系如此的熟悉 往旁边一看 针对这部分来讲 现在赖清德陈欧破退选希望可以止血 但是并不是说退选事情就不办了 党记真的不办吗 办不办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好友就提到说了 政治人物与诈骗集团的挂钩网 民进党你真的都不需要检讨吗 蔡政府一手说要打诈骗 另外一手却跟诈骗集团手牵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曾明中也提到 赖清德出来面对绿朝护航诈骗 后续还有很多照片会再持续的流出 再来李明贤也说 IMB的针弦呢 还是相关的经营业者 是不是有没有进到总统府里面 还是总统府秘书长接见的 总统府自清哦 照片是在总统府里面的哦 好 往下一看 谢龙介也讲了 他说我听说有一个蛮重要的政治人物 收了他将近七八位数的钱 我们稍微算一下看是多少钱 而且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未来还有可能持续爆料 那郑立文也提到说 在脸书上面他有一个po文 民进党不是说要打仗吗 像刚刚讲的蔡英文 2016年成立的打仗中心 赖清德的发言人 却说整天都在扯一些小东西 但近七年 国人被诈骗的金额是高达多少 288亿元哦 这个在民进党眼里 难道是2块8毛8吗 大小姐的执政七年 推的打仗三部曲哦 但是2020年 开始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各类的犯罪之首 蔡总统却没有作为 根本就形同国家的诈骗集 诈骗集团IMB 和绿营之间的政商关系 相信从这些照片 跟整张电视墙都很了解了 有惊人的发展 祖贤曾国伟 居然是以通缉犯的身份 出席时任总统秘书长 苏嘉全腰宴餐序 跟时任的警政署长 陈嘉青是同桌用餐的 一个是诈骗首脑 一个是警政署长 两人坐在一起用餐 画面显得很有趣 让蓝营几乎 根本就已经到了国安危机了 那另外呢 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也提报说 绿营有一位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们收购了曾国伟七八位数的政治献金 甚至IMB的体系 是已经进到了总统府里面了 参续邀请函 前府秘书长苏嘉全 还有前警政署长陈嘉青都在列 更吃惊在这同桌的人 居然有IMB诈欺案的主贤情侣党 曾国伟和张淑芬 时间点是2020年 曾国伟早已经是通缉犯 居然还大喇喇的出现在陈嘉青身边 如果连我们警政署高层都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国安问题吗 我们常常讲说饭可以随便吃 话不能随便说 结果你发现真的他们是饭随便吃 雪球越滚越大 大官们跟曾国伟合照一张张 包含监委范讯律和府秘书长林嘉隆 都曾经同框 艺人更惊爆IMB体系早已踏进总统府 过去几年一段期间内 是不是有进到总统府里面 那个照片我有瞄到 有看到照片 有看到照片 场合是在总统府里面 到底是谁接见的 什么时候 那IMB的谁进去 有一个蛮重要的政治人物 收了他将近七八位数 如果有这个事也要吐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内脏 减掉一定知道 雪的政治现金都入谁的口袋 蔡英文和赖清德 有没有见过曾国伟 为绿营布下满满的雷 对此辅方没有回应 只是陈欧坡的退选 更让他的谎言一一浮现 最新对话记录曝光 早在2020年就有人提醒 陈欧坡夫妻俩要小心 曾国伟和张淑芬 因为他们又拖一拖拉库的 绿营下水 还要陈欧坡不干净的政治现金 少碰为妙 结果陈欧坡第一时间还宣称 不知情曾国伟的诈骗背景 可见他绝对是不无辜的 我们的政府如果真的有心打击犯罪 却跟一个通缉犯 却跟这样的诈骗集团 那占为伍 站在一起 那我想这是最大的讽刺 陈欧坡成了IMB诈骗案 倒下了第一个骨牌 但绿营内部恐怕还有陈欧坡们 一个个挫雷蛋 谢谢时游戏 林生佑台北报道 我们看到网友 怎么跟这个电视墙内容 在做一个互动 DXZY说两块八毛八 郑立文真的很会讲 我也觉得他形容得很好 ISA说大小姐滥用国家队 大小姐根本不在乎百姓 Gantt王说民差党 民进党 只剩下的黑道跟白道 只有在白天有分 到了晚上就是割凉好了 表面上黑道白道互不相浪 到了晚上根本就同桌一起用餐 那杨逸宇也说 诈骗一定涉及起钱 否则25亿要放在哪里呢 威尼城也说这些新闻 对绿媒可能都不报 不敢报 那屡屡屡也讲到用心良苦 先会诈骗才能知道诈骗集团的心态 然后同流合污 好了你们的留言 尽量看到都会跟你们一起互动聊天 好不好 再来我们看到民进党高官 包括了苏家全 黄伟哲 陈菊都曾经和诈骗嫌犯 曾国伟是一起用餐的 同桌用餐 时事评论员朱凯翔就认为了 这种暧昧不明的政商关系呢 只有透过政党轮替 才能让执政者来到警惕 通常你看到像这样子的 一种参会邀请呢 你要把这么多大老板 然后包括上到总统府秘书长 苏家全还是这样贵客 单独被控一格 这个对不对 激进挪台般的 就是他是个主兵 跟其他人士不同身份 这样子参会绝对不会是临时约的 他一定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那通常这种参会 如果稍微懂一些社会经验的人 就会知道说通常谁跟谁 最好是别见面 那谁跟谁 甚至坐次啊 桌牌啊都准备好了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大家不知道曾国伟是谁 曾国伟怎么会坐在这个 这个席间 谢隆建跟徐晓星出示的照片中 不就有一张是黄伟哲 跟李永峰 还有曾国伟一起同桌吃饭 那这个台南市政府当然是说 这是一个指风车去台南一演 台南演出不是一演 演出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参会 所以曾国伟是一直都在走着这个路子 然后去攀附这个绿营的新贵 那黄伟哲 苏嘉全 然后其实今天包括另外一家媒体也公布了 还有城局也去吃过这样子的饭局 那所以这是一张网 这是一个绿色的蜘蛛网 它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件事 一个场合一场饭局可以解释得清的 它就是一个政商关系 台湾人民到底你还能不能忍受 这样子的政商文化 持续滚动式的政党轮替 你让他坐太久 他就有恃无恐 他就觉得说反正老子都一直执政 那你能怎样 那我和法院我家开的 所以就是不断的政党轮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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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ole 没事 危